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据 凤凰大健康 带给你多元化 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023年世界战火不断 俄乌战争胶着 八亿冲突升级 战争大量的二个营 多绿联本等强烈的致癌物 战争中的全球性环境污染 对人类健康带来持久伤害 这些看似像流星的炮弹 是不是就是能判断 八亿冲突里使用了白领弹 它一旦渗透皮肤 骨头都伤害得太残酷了 如果是这种物质的话 那么它的毒气会导致 全身血液中毒 空袭 巷战 水淹地道战 持续不断的战火 将对全球带来哪些 不可逆转的健康危机 凤凰大健康 将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 深度解读战火下的健康警示 凤凰大健康 用多元化的视角 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利 凤凰大健康 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 具名赞助播出 启达利四季感冒 守护全家 2023年世界战火不断 俄乌战争胶着 巴以冲突升级 这些战争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更为人类的健康带来了长久的伤害和影响 空袭 上战 水淹地道战 持续不断的战火 将对全球带来哪些不可逆转的健康危机 凤凰大健康将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 深度解读战火下的健康警示 全面分析隐藏在战争中的全球性环境污染 对人类健康带来的持久伤害 在巴以冲突中 有一种武器的使用 已经对人类造成了严重的健康伤害 这种武器被称为地狱之火 是一度被禁止使用的十大武器之一 可为何这种被禁止使用的武器 还会出现在巴以冲突的战场上呢 据半岛电视台 阿拉比亚电视台 巴勒斯坦圣城报等多家媒体引用 巴勒斯坦袈裟地带卫生部门的消息称 自2023年10月7日 巴以双方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以来 乙军已经向圣城医院附近 发射了多枚白鳞弹 白鳞有剧毒 人的中毒剂量为15毫克 致死量为50毫克 白鳞弹俗称地狱之火 而且白鳞的烧伤十分可怕 如果人体皮肤沾染到白鳞 会持续氧化燃烧 直至烧穿肌肉和骨骼 带来严重损伤 白鳞接触人体后 还经窗面吸收而引起急性磷中毒 致神经系统和心肝肾等多脏器功能损害 白鳞的剧毒性导致战场上很多人对白鳞产生恐惧 谈白鳞弹色变就是来自于白鳞燃烧无法扑灭的恐怖 为何这种被禁止使用的武器被爆出在战场上出现 这到底是真是假 未来它会对人类的健康又将产生哪些长期的不利影响 巴勒斯坦指控以色列在战争中对贫民还有医院难民营使用白鳞弹 这到底是真还是假的 这些看似像流星的炮弹 是不是就是能判断巴以冲突里使用了白鳞弹 还有一种可能 它可能是白鳞的照明弹 这个常见 还有一种是作为烟雾弹 这一次以色列也承认他在加沙地带是使用了白鳞的烟雾弹 但是他不承认使用白鳞的燃烧弹 他如果真的使用白鳞弹的话是违反国际法的 对 是 事实上就是要看这个以色列以往的这个记录来看 目前看来他使用白鳞弹的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在2006年就在加沙作战的时候 包括以前他与礼拜问郑州党的时候都使用过白鳞弹 但是他当时以色列自己解释 我是在空旷地带 同时使用白鳞弹 其实意思就是不是直接对人群的 目前看来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 其实不能完全地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发生 有的只能从这个视频画面来看 结合以色列以往的表现 包括在这一次他的报复当中 也是一种不计手段的这种报复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但是无论怎么样 他如果真的要使用这个白鳞弹作为武器的话 这是一个也是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的 包括俄乌战争中好像也出现了这种类似于信号弹的画面 这个也是白鳞弹吗 俄乌充中现在也是双方的也是各自的意思 双方都指责对方使用过白鳞弹 目前看因为双方的这个武器库中 什么武器都有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白鳞弹 作为一个极端的手段的一个补充 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我们讲这个白鳞 这个鳞是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排第15额 它有白鳞 黑鳞 紫鳞 而且它特别是与氧气结合 它的燃点特别低 40度就燃了 与氧气结合的话 就是变成了无氧化二鳞 只能与氧气隔绝 才能把它的这个停止燃烧 否则的话 它一旦渗透皮肤 那简直就是说骨头都伤害了 无论是谁使用的话 都会遭到这个潜伏缩止 因为它太残酷了 而且尤其是在下场 还针对了妇女儿童的话 就太残酷了 白鳞弹一旦你开始碰到你的皮肤的话 它是一直烧穿你 然后一直往下走 有点像咱们武侠小说里面说的 那个化石粉 它会最后让你自己把自己烧死 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扑灭它 对 而且如果白鳞弹的碎片 碱到皮肤里头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 因为你把它给隔绝了 不再燃烧了 但是你把这个碎片一取出来 还没取之前 它又开始与氧气 又开始接触了 又开始烧了 就是化骨粉 无论是肉体也好 包括碎肉也好 包括骨骼也好 全部给化得干干净净 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 有些组织有些国家 它敢使用 或者是它就想用这个来造成 一个不仅是严重的杀伤的效果 而且一个心理的恐慌的效果 所以说非常残忍 白鳞弹到底是不是化学武器呢 化学武器呢 一般服用的六类十四项 你包括呢 窒息性的 包括呢 这个神经性的毒气 包括失能性的武器 像沙灵毒气啊 戒子气啊 像这种武器 但是呢 白鳞弹呢 它是不属于 但是呢 因为它的残酷性 也是国际公约呢 严格建议使用的 那白鳞弹可以 你可以用于照明 包括作战手指示也好 而且呢 因为白鳞呢 它产生了无氧 化学武器呢 它可以阻止呢 一些红外线的 就穿透 可以说你可以作为烟雾的 但是呢 你要是尤其对平民这种 汉额使用 那这个是 国际谴责的 白鳞弹实际上 在二战的最后几年里面 就曾经使用过了 那个时候呢 盟军曾经利用过这种燃烧机 对德国的城市进行轰炸 比如像轰炸汉堡等等 都使用过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也没有想到 它的威力会这么大 就是真正用下去以后发现 就是造成恐慌非常大 比如说 你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被它打中了 那么开始燃烧的时候 那它肯定要求救啊 但是它碰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 会把这个白鳞 转到你的身上去 那么说碰到你的身上 这个人也会跟着燃烧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它就像传染一样 非常可怕的一种武器 白鳞到底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 被称为地狱之火的白鳞弹 对人的伤害到底有多可怕 电影《我们曾经是士兵》里 对白鳞弹有非常形象的刻画 电影中美国士兵被白鳞弹打到面颊 痛苦不堪的时候 被战友按住 用刺刀剖开皮肉 才把燃烧的白鳞块取出来 白鳞是一种无色或浅黄色半透明的蜡状物质 它的气味类似于大蒜 具有十分强烈的刺激性 白鳞燃点极低 它只要和氧气接触 就会发生剧烈燃烧 燃烧时会散发出浓厚的烟雾 所以白鳞弹在战争最常当作烟雾弹 白鳞一旦燃烧起来 温度能高达一千度 而且它会一直持续燃烧到燃料没有为止 这是一刻白鳞 通过一组慢镜头 能更清楚看到白鳞在燃烧时 它的碎片四处飞溅 不仅如此 它在水中 只要有气泡 里面的氧气就能让它继续燃烧 这是一块猪皮 模拟人类皮肤 在接触到白鳞时 由于体温比环境温度高 所以白鳞在皮肤上会加速燃烧 今年的战争中除了白鳞蛋 还有云爆弹 什么泡沫 炸弹 被大家讨论最多的这些武器 那么它们都属于化学武器吗 比如说像云爆弹 云爆弹实际上它是杀伤力 有时候比化学武器还要残忍 但是它不属于化学武器 它是干嘛的呢 就比如说对一个地区 它们先发射炮弹以后 它爆炸 爆炸以后把爆炸气体 分散到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再用下一发炮弹把它点燃 天哪 然后爆炸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它在爆炸的时候消耗到周围所有的氧气 那么如果比如说地下工事等等 里面的人员 它由于缺氧就会死亡 那个现象和使用化学武器都非常相似 云爆弹又称亚核武器 美国是最早研制云爆弹的国家 一开始是为了在越南的丛林中快速开辟直升机降落场 去一些越南老兵回忆 那些炸弹就像啤酒桶系在降落伞下 飘飘呼呼地向下降落 紧接着就是一声闷响 大地瞬间被一团白雾般气体笼罩着 一声剧烈的大爆炸响彻天地 数十个足球场大小的地面上顿时火光冲天 所有的建筑物都成了一片废墟 人和动物都被烧焦或窒息而亡 伤亡十分惨重 云爆弹并非普通炸弹 在它的弹体内装配的不是炸药而是燃料 这种燃料主要是还养乙丸 还养乙丸是一类致癌物 这种有毒的致癌气体经过呼吸道被吸收 还养乙丸的毒性在体内转化为甲醛或胰二醇 再氧化为草酸 引起细胞机能障碍 短期内对肝脏造成严重的损伤 如果当这种致癌气体和空气混合成气溶胶 长期吸入肿瘤风险提高十倍 还会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一位成年人 如果吸入500ppm浓度的还养乙丸 会出现肺部呼吸衰竭死亡 特别是当还养乙丸作为武器使用时 它要比普通的炸药猛烈40% 1000克还养乙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效应 相当于5000克TNT的爆炸效应 另外其冲击波的作用面积也要比同等质量的TNT炸药大40% 一般分为两次爆炸 第一次起爆时 半体内的燃料会迅速被抛洒出来 它会与空气混合形成气溶胶云雾 随后的第二次起爆会瞬间引爆云雾 形成剧烈的爆烘效果 云雾爆烘能在瞬间释放出大量热能 形成高温高压的巨大火球 火球的温度至少会有2500摄氏度 并能以每秒2000至2500米的速度迅速膨胀 周围的一切有声力量以及轻装甲目标 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另外由于云雾暴风会快速消耗周围的氧气 爆炸现场会呈现严重的缺氧状态 周围的生命恐怕也难逃窒息的命运 事实上用化学毒剂来解救人症 最近这一二十年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个六类化学武器中 它有一种叫神经失能剂 也被称为最温和最仁慈 当然要打引号了 这样的一个武器 它在战场上不是让你死亡 是让你丧失抵抗能力 战斗力 那么这种使用的武器 比如说像催泪瓦斯 就是一种做法 但是催泪瓦斯到底属于不属于化学武器 现在还是在争议的 会误伤无辜吗 其实最简单来讲 比如说这种催泪瓦斯 如果应用在一个哮喘的人身上的话 那可能造成的效果就不是失能 而是失去生命了 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02年的时候 这个10月份的时候 莫斯科巴承的车城武装分子 劫持大规模人质的这样一个事件 当时俄罗斯在这个反恐行动中就采取了 有人说这是一个神经性的毒气 但有人说俄罗斯说是麻醉剂 但是从后来释放了气体的效果看 杀伤力看 致死力看 可能神经性的武器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2002年10月23日 在莫斯科市中心 据克里姆林宫紧吉里之遥的杜布罗夫卡剧院 50多名车臣恐怖分子 携持近900名观众为人质 这次行动由恶名昭彰的叛军 孟沙维巴拉耶夫领导 他们在剧院装设炸药 观众被名为黑寡妇的女性自杀炸弹客包围 恐怖分子要求俄罗斯停止对车臣长期且残酷的军事镇压 若俄罗斯政府不答应 剧院里的人全都会死 接下来三天 总统普京拒绝与车臣人谈判 并计划用最高机密的攻坚 一开始攻坚行动很成功 但后来有人质出现死亡 到底杜布罗夫卡剧院的攻坚出了什么问题 为何会有人质死亡 为何俄罗斯至今仍拒绝透露解救人质使用的麻醉气体的真正成分 那么当时用作解救人质的这种神机器的武器 它的真正成分到底是什么呢 2023年世界战火不断 俄乌战争胶着巴以冲突升级 战争中的全球性环境污染 对人类健康带来持久伤害 这些看似像流星的炮弹 是不是就是能判断巴以冲突里使用了白领弹 它一旦渗透皮肤骨头都伤害了 太残酷了 如果是这种物质的话 那么它的毒气会导致全身血液中毒 空袭 象战 水淹地道战 持续不断的战火 将对全球带来哪些不可逆转的健康危机 凤凰大健康将邀请各领域权威专家 深度解读战火下的健康警示 说实话到底是不是化学武器中的一种 现在还是一个谜 俄罗斯当时因为这么多人质也是死亡了 所以他说这个是释放的气体过量了 但是也是一个麻醉气体 其实用化学武器来解救人质 这个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说 顺顺利利成功的这种案例 就基本都是失败的 因为我以前在民航工作过 真是要比如说有飞机里发生劫持人质了 用震荡弹 用闪光弹 可以也使对方暂时失能 那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么如果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 你使用化学武器 那基本就是一件灾难性的事故 那么经典的神经性毒剂 主要就是G类和V类 而G类毒剂它就包括了沙林毒剂 V类毒剂 这个在2017年的2月13号 有一名朝鲜籍的男子叫金某男 他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 这可能大家都看过电视 就看到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当时他去找人去救援他 找这个医疗帮助 但是在随后送医的时候 他就死亡了 11天之后 马来西亚警方发布声明 说是公布他的事件结果 在面部眼部都还有这个 VX神经性的毒剂 就是V类的神经性毒剂 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案例了 2017年2月13日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 发生了一场轰动全球的刺杀事件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 在机场遇刺的真实影像 被媒体曝光 2017年2月13日 金正男穿着一身休闲套装 出现在了吉隆坡机场 当天金正男准备从马来西亚 回到居住地澳门 他先是进入机场大门 查看了一下航班的信息 随后记住了自己的登机时间 来到了自住直机前面 准备取出机票后机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名印尼籍女子 跑上前和金正男对话 虽不知两人到底说了什么 但从金正男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名越南籍女子 迅速捂住了金正男的脸部 两名女子的暗杀行动 不到5秒就朝着不同的方向跑开 这是史上最扑朔迷离的暗杀事件 遭受到不明液体攻击的金正男 立马找到值班的工作人员 此时的金正男还没有任何的不适 步伐矫健地朝着医务室走去 可惜还没有进行诊断 金正男就躺在椅子上没了呼吸 金正男在不治身亡的三天以后 马来西亚警方迅速逮捕了当时 在机场袭击金正男的两个女凶手 搭讪的印尼籍女子叫做艾莎 袭击的越南籍女子叫做段士湘 两人宣称当时的主要任务 其实是拍摄小视频 不过他们并不是策划者 而是出演者 背后还有导演的存在 主要拍摄的内容就是恶搞视频 在机场和路上搭讪 随后用涂满乳液的手捂住他们的口鼻 然后跑掉 就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报酬 马来西亚警方调查发现 金正男口鼻上的液体 是一种致命的化学武器VX神经毒剂 VX神经毒剂 致死量为10毫克 学名为S甲基硫带磷酸酯 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乳状液体 它一旦接触到氧气 就会变成气体 人类几乎无法察觉 如果直接和皮肤接触 或是吸入就会中毒 最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造成一个人停止呼吸直至死亡 这些毒剂主要成分就属于有机磷化合物 会在几秒钟之内就出现这种中毒症状和特征 当足够剂量的这种毒气进入人体之后 在数分钟之内就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死亡 你看2013年8月20号的时候 当时叙利亚首都达马士革的郊区 也遭到了沙林的神经毒气的火电弹的攻击 当时造成的伤亡是非常惨重的 造成了1300多人平民的伤亡 而且6000多人受伤 但是究竟这个是谁干的 其实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功论 对 还没有明确的指出 2013年8月20日晚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 遭到沙林毒气火箭弹袭击 造成1300多名平民遇难 6000多人受伤 这次事件让化学武器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化学武器俗称毒膜 有穷国原子弹称号 沙林毒气 学名甲芙磷酸液饼脂 致死量为55至100毫克 分钟每立方米 当沙林毒气与皮肤接触量为1.7克时 会导致受害者瘫痪呼吸功能衰竭 缩同 肠胃静磷剧痛 分泌眼泪汗水 在1至15分钟之内 受害者会非常痛苦地死亡 因为毒气极强 在众多毒气中 沙林毒气被称为毒气之王 这些化学毒气对人类危害这么大 那为什么不禁止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化学武器对人类的伤害不仅仅是当下 而且是更长远的几代人类影响 所以在1997年4月29日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成效 到了今年的2023年 美国是作为签约国最后一个销毁化学武器的 那么这个期间长达26年 签约和约定是一回事 但关键是有这个销毁 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但是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化学武器 在未来战争中就没人去使用它 那销毁了的话 那还怎么用呢 其实从两方面看 第一个呢 现在呢 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签约了 而且销毁了 但是呢 还是有四个国家呢 也没有签约 像埃及 南苏丹 还有朝鲜 以色列呢 是一个特例 以色列呢 是签约了 但是呢 以色列到现在呢 还没有被正式 被它的议会批准 所以说它还是可以 所以它还可以用 理论上它可以用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 不仅在和平年代 还可能会有呢 发生化学武器呢 进行的一个恐怖袭击的时间 2013年到2015年的这段时间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在中东呢 制造了大大小小的 几十起的化学武器的这个世界 有人说呢 它对化学武器从哪来的呢 其实化学武器呢 很可能呢 就是当年的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 一些这个化学专家 特别化学专家 他们呢 被这个伊斯兰国 给秘密招募了 需于重金 让对他们开发出来的 比如说一些经济 实力不是很强的国家 它可能更倾向于 去制作化学武器 经济简单 又实用性强 有人说化学武器 就是贫穷者的原子弹 现在又有种说法 叫做没有化学武器的 化学战争 也是可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什么叫 没有化学武器的 化学战争呢 变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打仗 轰炸的第一目标是什么吗 比如说 如果有些化工厂 核电站 水电大坝 这些会不会成为 第一攻击目标 俄乌这个冲突 到现在 到现在六百多天 这双方呢 核电站 就面临着这个 很大的风险 而且水坝 已经被炸了 所以说这个呢 可能性呢 都是存在的 因为呢 我们知道 如果呢 这个交战双方 发生冲突双方 一旦呢 有的时候 被逼着枪脚了 为了获胜 可能在战场上 什么一些极端招数呢 都会使用 在俄乌战场上 双方都在讲 对方可能使用化学武器 甚至有人会说 你们已经使用化学武器了 但是我们觉得呢 这个可能还是就是 大家宣传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是有依据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 俄罗斯的很多官兵 特别是车臣部队 还留着大胡子 这个其实就是表明说 第一 我没有准备用化学武器 第二 我也不认为 对方会使用化学武器 这是因为 面对化学武器呢 我们也是有些防范措施的 是吧 都会放一个防毒面具 对 那么防毒面具 戴防毒面具的要求是什么呢 比如说月亮戴 就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呢 男生戴的时候 就会呢 不能有胡子 因为你如果有胡须的话呢 戴上去的时候 你就 对 有缝隙 风不严嘛 所以你就看到 如果卡德罗夫 他们那个胡子还都留着 就说明它不大可能 是要打化学战争了 明白了 所以说发这个 挂呼刀的时候军队里 那就危险了 对对对对 今年从巴以战争开始 做到这种 没有化学武器的化学战争 那么可能性之一 就是战争轰炸化工厂 其实这个第一种 已经在这个2023年 这个战场上发生了 包括呢 我刚才说 炸化学工厂 炸雷工厂 这些轰炸物鞅呢 一旦呢 被锁定被炸毁的话 就如同呢 爆炸了一个化学武器一样的 你比方说 其实我们看到 在1999年 科索沃战争的时候呢 当时呢 都国部队呢 对这个科索沃的 这个南联盟的 这个化工厂 炼油厂呢 就进行了一些 狂轰弹炸 那是当地的 当时化学污染啊 一下子呢 也上升了一万多倍 天啊 这个数据呢 也特别惊人的 这个数据呢 可以说是 这个是公开的 各方媒体都报道过的 可以说这比 现在我们说的 P-205超标 那更可怕多了 而且当时被轰炸的 这些地方呢 现在呢 还都是空城的地方 还都是呢 污染的无人区 1999年 科索沃战争中 美军为摧毁 南联盟的 坦克和防御攻势 共发射了 三万一千颗瓶油弹 就是这种被形容为 杀人不见血的瓶油弹 导致科索沃 临近的塞尔维亚 弗拉涅市的人口 在战后二十年中 急剧下降 这里曾是美国 轰炸瓶油弹的重灾区 山脚下 建立了 容纳五千个墓地的 新墓穴 更令人揪心的是 老年人高发的肿瘤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年轻人 甚至孩子身上 塞尔维亚急救中心研究表明 1999年以后 本国出生的儿童 一到五岁 多发外胚层肿瘤 五至七岁 多发恶性血液病 九至十八岁 则脑瘤发病率 急剧上升 炸这个化工厂 对健康的危害 确实是看起来 是更大 更可怕的 它不仅仅是化学武器了 化学武器是什么呢 就突然集中大量地 用在战场上 它这个毒气 一下就把对方的部队 给消灭掉 像这个炸化工厂 它更加严重 它产生的是 次生的衍生的化学毒气 而且化工厂 本来储量之大 远远大于一次化学武器 攻击的总量 对 所以说它如果爆炸之后 这些所谓的化学废料 等等一些东西 它会长时间的 存留在这片土地上 让这片土地就失去了功能 甚至还有 它除了化学武器的效能之外 它还能引起别的问题 比如说在海湾战争之中 当时伊拉克 它的油井都被点燃了 都点燃之后 实际上它也是造成了 化学污染 严重的化学污染 它并不是说 要把毒死对方 不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 它主要是形成化学烟雾 使你这个飞机 看不清下面的目标 结果这个效果 没有怎么样体现出来 但是对周围的环境破坏极大 使当地的很多地方 到现在都没有恢复生态 所以在化工厂 在战争中几乎是 轰炸的第一目标 对 因为化工厂里面 有大量的有害的 有毒的物体 比如说 里面有储存的氯气 或者氨气 这本来都是 他们进行化学生产里面 做必须的 这种必须品 那么一旦这些有害气体 从被摧毁的化工厂 或者化肥肠 泄露出来之后 那效果非常可怕 氨气一旦被机动燃烧 便产生大量的 二月鹰 浮南和多氯联本等 强烈的致癌物 其中二二鹰 现在是已知目前 毒性最强的化合物 它可以在人体的 脂肪组织中储蓄 那么损害生殖系统 并且会有强烈的致癌性 其实当初 北约在1990年 轰炸南联盟的时候 初期的时候 监测发现 二二鹰的浓度 也是增加了非常多 增加了14倍 而且当时离战场 远离战场的希腊的 东北部的 塞雷斯大学 当时的传感器 就是明显检测到了 空气中的二二鹰 和多路联本的含量 也有所提高了 轰炸南斯拉夫 结果希腊也受到影响 所以说化学污染 这种污染是全球性的 它打击的 不仅仅是局部 对 化工厂被炸 就更加可怕了 我有一次看新闻报道 不是战争的化工厂被炸 而是化工厂发生 安全事故爆炸 是美国伊利诺伊州 一个化工厂发生爆炸 我看那烟都是黑色的 黑烟滚滚一看 就是有毒物质泄漏了 其实最大的一次 这个可以说是 化工厂爆炸 是发生在印度 发生在印度的中央邦 当时1984年的12月3日 这个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 建在这个印度 中央邦的波帕尔 这个地方的 它一个郊区的农药厂 发生了安全事故了 这个地方 我后来也去过 因为当时呢 这个美国公司 存储的这个 乙禽酸甲纸 主观一个爆炸 当时呢 有40余吨乙禽酸甲纸 这个瞬间呢 就化成了一个毒物了 那这样的话呢 一下子笼罩在 整个市的上方 当时呢 覆盖面积 有大概方圆40平方公里 当天晚上就有3000人 瞬间就死亡 然后呢 接下来两周呢 又有8000人陆续死亡 最终呢 这个死亡的 包括印度政府统集的人数呢 大概就有2.5万人 还有呢 间接死亡的 有55万人 当年这个波帕尔惨剧 一直呢 被认为呢 人类的这个 化工厂爆炸事故的 一个惨剧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悲惨的结果呢 这是一套来自 印度古法的 保护呼吸系统 和粘膜的 深层呼吸操 马上拿起手机 扫码 获得根链视频 每天三分钟 对抗空气污染 增强呼吸系统 粘膜活力 印度波帕尔灾难 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化学泄露事故 1984年12月3日凌晨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 建在印度 勃帕尔北郊贫民区的农药厂 发生安全事故 公司储存 疫情酸甲脂的 储罐爆炸 40余吨疫情酸甲脂 瞬间化作毒物 笼罩在 勃帕尔市上空 覆盖了方圆 40平方公里的 居住区 这种情化物 当时引发了 严重的后果 造成了 2.5万人 直接致死 55万人 间接致死 另外 有20多万人 永久残废 直到当地居民的 患癌率 及儿童夭折率 都比印度其他城市 高出数倍 政府才发掘了 问题的严重性 1990年 印度卫生部 开始测试工厂 及其附近的土壤和地下水 他们发现 有毒的污染物质 仍然在继续污染 周边地区的水源和土壤 疫情酸甲脂 是一种易燃易爆 而且具有 挥发性剧毒的液体 当气体的浓度 达到百万分之三十 就能产生毒性 它可以经由呼吸 皮肤或误食 导致人体中毒 一旦接触到它 可使皮肤及眼睛灼伤 大量吸入 食入 或由皮肤进入人体 都可致命 这种氢化物 进入人体后 会阻断氧化酶中 三价铁的还原 导致组织细胞 不能利用氧气 形成了内窒息 这时血中虽有足够的氧气 但不能被细胞组织所利用 这时候静脉血 呈鲜红色 而不是暗红色 因为中枢神经系统 对缺氧极为敏感 所以首先受累的是 呼吸及心脑神经系统 表现为神经系统 先兴奋后抑制 最后呼吸麻痹 是氢化物中毒 最重要的表现 也是其最重要死因 为什么化工厂 要建在离平民区 这么近的地方呢 随后就造成了 很多次生的灾难 所以说可想而知 如果是炸化工厂 这个在战争中 一旦发生 是相当可怕的 而且在国际上 也是可能 没有相关的制约的 而且这个也体现了 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 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一辈子 碰不上一次化学战争 但是在某些时候 可能会碰到化学泄露 包括我们比如到海外 去旅游啊什么的 都有可能 万一碰到化学泄露 那我们有了解到 它的常识的话呢 至少我们知道 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 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保护自己的安全 或者说呢 比如说受到一些侵害的时候 应该去找到医生 找哪一个医院的医生 是吧 在日常生活中 用这些天然的防癌食材 制作成代茶饮 可以保护自己的呼吸系统 免受侵害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 扫码获取防癌代茶饮 其实这一次呢 它化学爆炸的物质 就是在这个 布帕尔爆炸里面呢 主要就是以氢酸加质 那么这是六类化学武器 其中一种 全身血液中毒性毒剂 也就是它实际属于 一种化学武器 这种毒剂呢 主要是包括了青青酸 碎化氢 然后深化氢等等 它的特点呢 是挥发性很强 可以通过呼吸道 进入到人体里 对 如果是这种物质的话 那么它的毒剂 会导致全身血液中毒 它的作用机制是 干扰细胞中的氧代谢 妨碍这种氧的正常利用 它导致呼吸衰竭 当它的作用受到干扰时呢 那么呼吸代谢出来的 二氧化碳就无法 从血液中排出 氧气也得不到补充 从而导致了 所谓的内置息 导致呼吸频率加快 进而吸入更大剂量的 这种毒剂 最终点是死亡 有点类似于这个 我觉得是增大版的 这种毒煤气中毒 这种感觉 对啊 那这百分之百 就是必死无疑了 现在呢 这个六类 十四项的化学武器呢 是退出了这个人类的历史了 但是呢 并不意味着 未来战争呢 就不会有化学武器 通常呢 最新的技术 都会首先运用在 这个军事领域 运用在战争领域 我们伊朗呢 就有一位很著名的摄影师 用手中的相机 记录下了 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1988年3月 伊拉克当局 为镇压北部库尔德人起义 动用了化学武器 致使近5000名库尔德人 受毒气攻击而死 他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在那儿看到生命突然停滞 就像正在放映的电影 忽然间变成了一幅 静止的画面 这是我有生之年 见过的最特殊的死亡 他对库尔德人使用了化学武器 那么最臭命昭著的呢 就是在两一战争之中 有一个地方呢 叫哈拉普杰镇 在这儿使用了毒气袭击 那一次呢 是造成了近万人的伤亡 其中他使用的化学毒剂 也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比如介子气 杀人毒剂 以及其他多种的毒剂 化学战具有大规模杀伤作用 化学毒剂不仅对人员 动物又直接的杀伤作用 而且有的还具有致癌 致激效应 同时化学毒剂对大气土壤 水体植物也有严重的污染作用 化学武器对环境的影响 是深远而深刻的 据专家估算 一枚装有砂林毒气的 飞毛腿导弹或长毛导弹 在中等气象条件下 对下风方向的危害范围 分别达到2900和1500公顷 一吨神经毒剂VX 可在1乘10公顷范围内造成严重污染 更可怕的是 这种化学武器还会对人类的基因造成改变 这个介子气毒气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类的化学武器呢 这个介子毒气呢 也属于这个弥烂性毒剂 也被称为的这个起泡剂 它主要呢 这个分三类 包括呢 介子气类 生化合物 还包括呢 这个寻麻剂 它们都属于呢 这个相对持久的毒剂 可以说呢 这是一个无色蒸气呢 和液滴 它是两种形态 也是交替使用的 这个弥烂性毒剂呢 可以迅速地 它被全身的这个多个部位所吸收 这样的话包括呢 这个眼睛啊 包括粘膜啊 肺啊 包括皮肤啊 包括人的这个造血器官等等吧 它会引发了这个炎症 这个水泡 以及呢 很多常见的这个组织上面的损伤 那它最终呢 会造成了这个全身中毒 疼痛 泌烂 就是包括呢 这个细胞的损伤 这个介子气开始使用的时候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确实非常恐怖 因为那个时候 人类对于毒气 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 开始知道就是 一旦出现对方 可能释放毒气的时候 我要戴防毒面具 对 就是防毒面具 其实是跟猪学来的 因为这个战场上面 当时释放的氯气 德军对于释放氯气 别的动物都死光了 就是猪在那活着 大家一看怎么回事 猪的鼻子很长 它会把鼻子伸到土里面去 然后产两鼻子土 那这个毒气在经过土的时候 就被过滤了 它就活下来了 那么人们就仿效这个 用火星碳代替尘土 那么做成猪鼻子状的 这个防毒面具 很多人就因此就活下来了 但是当释放戒子气的时候 你说戴上防毒面具 然后爆炸以后 没有什么感觉 说这好像也没有什么事 摘下来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感觉 但是它是持续性的 很快就出现了 皮肤上的大面积的溃烂 但是不仅仅皮肤都溃烂 只要有黏膜的地方 包括你的鼻腔里面 包括口腔里面 包括消化道黏膜 都会溃烂 那这样的话 最后把人整个烂死 这个情景非常恐怖 太恐怖了 这听起来真的真的非常残忍 是一种很恐怖的一个毒气 那我觉得这个必须要禁掉 为什么还有人会使用呢 有氯气都是曾经被恐怖组织 就是ISIS 它被使用用来轰炸过清真寺的 一旦人体吸入浓度 就是每立方米 2.5毫克这个氯气的时候 人就会死亡 氯气实际上是最甜硬的毒气 它是一种黄绿色的 有窒息性气味的有毒气体 氯气被吸入人体之后 可以迅速辅着于 呼吸道黏膜 比如说气管的黏膜 可以导致人体的 支气管痙攣 支气管炎 支气管周围的水肿 充血和坏死 人即使吸入的氯气的浓度 比致死浓度要低 那么也会出现 剧烈的咳嗽气短胸闷 眼睛鼻子和喉咙疼痛 等等的症状 这种化学武器 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到底谁是第一个 发明和使用这个化学武器的人呢 我们就可以说 他就是恐怖分子 是的 他是一位科学家 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勃 是一个把化学毒气 使用在战争中的人 在战争中 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 是在1915年4月22日 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战例 德军英法联军 在伊普尔地区进行对峙 德军突然用袭击的方式 向英法联军阵地 释放出180吨氯气 当时是用钢瓶 也就是氧气瓶来释放的 这就是工业中的氯气 最终使得英法联军 15000人中 5000人死亡 5000人被俘 大家看到了化学武器的重要性 于是在一战当中就用了11万吨 遭到伤害的大概有130多万人 失去战斗力的伤员 大约为260万 化学武器在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还有后来的两伊战争都使用过 对人类的危害极大 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成绩的化学武器 臭名昭著 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 因此而患上了后遗症 导致后来的婴儿出生缺陷率迅速上升 那么这个成绩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体内有癌 这三项指标给您预警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获取 由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专家团队的免费公益课程 教您看懂体检报告里的健康高风险信息 成绩又被称之为落叶剂 就是越南那边大片的原始森林 那么它直接就可以造成落叶的效果 而且它有剧毒 特别是对于人的神经系统会产生剧毒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一类止癌物二恶因 那美国为什么要使用这么毒的化学武器呢 因为当时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越南游击队 你包括我们知道的胡志明小道 就是从北越往南越运物资 都是经过很多的原始森林 在美国飞机它轰炸是看不到 非常飞机 它要把树林给扫光 所以说它使用这种成绩 让树叶落叶 这样的话空中看地面目标就比较明显 然后可以迟迟的轰炸 其实你现在去变南 包括核类 包括胡志明市 我们当时去它的战争博物馆 都能看到 就是说当时美国这个成绩 所造成的危害 那它美国的想法呢 是这个成绩弄完后 游击队就无法藏身了 但是呢 使用成绩的这个水源和土壤呢 很长时间 可能数十年都孝顺不了 让当地人呢 也深受其憾 这张照片 是1967年5月份 美国空军C-123运出击 在越南阿少谷 撒布的这种落叶季的历史照片 我也查到了一份 来自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资料 美国在1962年到1969年 越战期间 它就使用了8万吨的植物杀伤剂 受害面积大约220万公顷 越战越南总面积的11% 使得150多万人中毒 1622人死亡 并产生了致积 癌变的后果 同时呢 被污染的森林 被毁坏的橡胶种植园 和农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湄公河三角洲 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五分之一森林 和二分之一的红树森林被破坏 随后就是严重的水土流失 和土质退化 以及潜在的生态学的后果 估计要使被破坏的生态系统 恢复到原来水平 至少还需要一个世纪 这些化学武器 不仅对人类是灾难 而且对于自然环境也是灾难 因为东南亚的热带雨林 可以说是动植物的一个乐园 或者说动植物的一个博览园 那么用了成绩之后呢 整个把这个 所有在这个地方的植物都杀死了 把这地方动物的家园也破坏掉了 成绩中含有毒性很强的 四绿代本和二恶因化合物 二恶因一级致癌物 它对生殖系统 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 具有强毒性 会造成男性雌性化 并且二恶因是一种 脂溶性的物质 它的毒性是目前发现的 最有毒的化学物质之一 它容易积累于生物体内的 脂肪组织中 不易被降解和排出 国际标准规定 每克动物脂肪中 二恶因的含量 不超过五微微克 而当时美国投放在越南的成绩 平均浓度为每公斤两毫克 二恶因在环境中自然消减百分之五十 需要九年的时间 而它进入人体后 则需十四年才能全部排出 它还能通过食物链 在自然界循环 二恶因常以微小的颗粒 存在于大气 土壤和水中 如果人类长期生活在 被二恶因污染的环境中 有极高的致癌或磁性化风险 美国空军的记录显示 越战期间美军至少出动了 六千五百四十二架次的军机 执行什么呢 就是波萨承接人物 经过十年的喷洒 使用了大概九千零九十二万升的成绩 那战后越南政府就说 超过了四百万人 是直接暴露于成绩的剧毒之中 指着他们的人口了 越南和坚布莱交界的地带 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 这个地方战后 常常见到一些有生长缺陷的儿童 他们有的就是缺胳膊少腿 有的是身体是畸形的 有的智力低下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至少有约五十万名的越南婴儿 出现了畸形 除了这个外形的缺陷以外 遭受成绩污染的地区 癌症的发病率 也比其他地方高 直到2012年的八月份的时候 美国政府在首次介入了 在越南的清理工作 除了越南本地人 当年参战的美国士兵 其实他们也受到了成绩的影响 就是受到成绩的危害 根据统计 参加过越战的美国士兵 他们患搞完癌的几率 是正常人的两倍 而且士兵妻子的有产几率 也是正常的两倍 天哪 中文有一句话叫 断子结酸了 真的太惨了 化学武器对人类造成的伤害 一种是立马的 另外一种是长期的 那么在二战之中 日本对中国就使用过一种 介子毒气的化学武器 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土地上 还没有被清除干净 这些二战本应该销毁的化学武器 还遗留在中国 经常会造成这种多起的化学中毒死亡事件 2023年5月15日 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五次审议大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仪器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 已经多次逾期 这些仪器在中国大疆南北的化学武器 大都是由日本731部队研发的 731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秘密组织 和实施化学细菌战的核心机构 是二战期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化学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 当时国际条约禁止使用化学细菌武器 但是731部队以条件允许的防卫目的 为由展开研发 从1933年到1945年期间 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郊外 使用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等 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人体活体实验 在哈尔滨南方20多公里处 有一个叫做平房的地方 1945年日本战败 这个占地36平方公里 包括150多座建筑物的死亡工业城 日本工兵部队花了三天时间 才将它移为平房 为了湮灭不可告人的犯罪证据 最后离开平房的2000余日本士兵被迫宣誓 一、忘掉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终生绝口不提 二、同僚之间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三、今后不允许担任任何公职 至今绝大多数731士兵 信守了他们的誓言 并将秘密带进了坟墓 但仍有少部分日本人 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为他们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作证 日本确实在中国曾经大量使用化学武器 在清华战争结束的时候 还在我国境内 就遗弃了很多还没使用的化学武器 2003年的8月4号 当时西西哈尔就遗弃这样的事件 就是介子器的中毒事件 当时到时候43个人中毒 一个人死亡 死亡的这个人 他是平时收破二的一个市民 他就收了一个金属的桶 把这个桶就砸开了 他准备是卖废铁的 他不知道里面其实储存当年 日军使用的化学毒剂 结果砸开往一道 他这个桶也很古老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有很多人围着看 结果把他用往一道 周围的人一圈人全都中毒了 他自己是中毒最严重的 所以死亡了 周围一共最后是40多个人中 其实不光是这些武器 这个氯气在家里 也曾经发生差点毒死人的事件 深圳市儿童医院 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三岁的孩子 冲进急诊大厅 小男孩呼吸困难 脸色苍白 口唇发干 还不停咳嗽 医生诊断 孩子患的是重症肺炎 于是立即给孩子上了心电监护 面罩吸氧 当医生询问孩子病史时 家长表示 孩子既没有肺炎病史 也没有呼吸系统基础疾病 可是咳嗽才短短半个小时 孩子也没有吸入异物 怎么会出现肺部失罗因 家长出示的一张照片揭示了答案 这张照片显示 当时小孩正在玩两瓶液体 据家长所述 当时还出现了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小孩子在洗手间玩 就把漂白水和劫测剂混到一起了 医生看过照片后 找到了病因 孩子很可能是氯气中毒了 警惕 隐藏在家里的化学毒物 家庭里的清洁用品 哪些错误搭配会引发致命的中毒 马上拿起手机扫码 获得相关内容 真是太危险了 漂白剂和劫测磷 八四消毒液和劫测磷 都不能混合在一起使用 会有剧毒 所以咱们一定要提示家里人 这两种清洁用品 绝对不能在一起使用 化学武器虽然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被销毁 但是这些化学武器 在长时间的储存当中 其实对我们的土壤海洋 都已经造成了污染和影响 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人之后 当然英国近海 大概丢了12万吨的化学武器 现在因为这些武器 放下去用千筒把它装在里面 结果这么多年 这容器已经开始泄露了 并且开始有了污染海洋的危险 那么这批毒气氮很复杂 因为包括有介子气 有光气 还有少量的神经毒气 苏联也曾经像波罗的海 白海 黑海 巴伦之海 俄胡斯克海 还有日本海 他们也曾经清造了大量的 含有有毒化学品的化学弹药和容器 随着海水侵胁时间的增长 那么毒气泄露的危险 也一直在增加 英国的埃克塞特大学 它的海洋污染问题 有个专家叫保罗·约翰斯顿 他就说有机灵化合物 神经毒气将通海水混合 并且逐渐地扩散开来 他们会杀死大量的鱼类 然后才能稀释到无害的程度 化学武器的销毁和处理 还有已经储存多年的 这种泄露的问题 看起来是不是很严峻呢 其实很严峻 刚刚咱们说到的 比如说成绩 以美军曾经在香港 使用过的空军基地为例 那么这个基地 在越战期间 就曾经存储过成绩 后来经过检测发现 当地周围土壤里面 二维硬的含量 超过了人类正常活动允许值的 你猜猜多少倍 350倍 其实化学武器 本身产 储存 运输和销毁 都有可能对环境 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这些年 生产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工厂 也是出过一些事故 你比方说 1987年的时候 一月份 美国犹太州的盐湖城 它有一个焚烧化学武器的化工厂 当时它密封的容器中 有大量的神经性毒气 也是泄露了 当时让周围 它连续五天的时间 都是居民都笼罩在 整个毒气当中 我们还是要祈祷世界和平 不要再发生战争了 接着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名人面对面 人人都能生活幸福 健康平安 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 再见